大家好,我叫寿文浩 我现在是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学生 我跟随刘老师已经四年了 那您对刘老师的评价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他非常的敬业 他知识非常的渊博 因为我在跟他上课的时候 我所有弹的曲目他都可以弹 而且他平时他的曲目积累量也是非常的惊人的 而且在我看来他非常的热衷于他的教学事业和演艺事业 他经常会我们在情方里面 练琴练到十一点还能看到他在勤奋的练琴或者在教学 这都让我们非常感人 这是为什么他能够有那么多音乐会的同时 还能有那么多的学生 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你觉得在这四年的学习中 他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他对我最大的改变是让我能够非常放松 不管是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比以前要放松非常的多 也就是说在音乐技术上面 还有音乐理解上面 对,因为他的教学会有一个计划 就是说他可能在我头两年的教学里面 主要是解决我一些技术问题 那么当然当时年轻 年轻嘛 就每个人都特别容易冲啊 然后容易紧张啊 然后生理上就特别不放松 所以他就主要改我这一块 然后后面两年呢 从我心理上也会有很多的调整 在我演奏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放松 然后也更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演奏 不会那么上头 对 你给举个例子吗 举个例子就是说 因为一开始跟他上课特别紧张 然后第一年跟他的时候 有时候准备的很充分了 自己觉得 但是一上课可能就弹得一塌糊涂 就是跟之前准备的完全不一样 但是就是说跟他了几年之后 特别是我去年一亭回国开了四场音乐会 我觉得都自己弹得都非常的稳 然后都可以有足够的思维空间来控制自己 对 那他在一般上课的形式有什么特点呢 他上课的话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 会有同学来旁听 而且他也会规定我们 就是说每个人 一学期我们有十四个课室 那我们也要听别人十四节课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安排 可以说 首先 有同学来听的话 我们就会很有压力 而且每次上课都相当于一次模拟演出 我觉得会给我们真正上台的时候的心理素质 打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另外我们听别人的课的话 可以学到非常多的动音其实 每次听别人不同的课 都受益费钱 特别是因为刘老师有一个总体的安排 他可能比方说 这几个相似的学生 他会安排比较相似的曲目 或者今年我们有什么同一的主题 都会安排同一个作曲家 或者同一个类型的作品 这样子我们在听别人的时候 就可以把别人 刘老师给别人讲的知识 融入到我们自己的恋情里面 在你平坦的学习过程中 有没有一句话 或者说一首曲子 一个场景 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受益费钱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有一次晚上11点了 他完成了教学 然后他突然跟我说 我们去吃冰淇淋吧 就那一刻我觉得跟他距离特别的近 就是之前一个非常严肃的老师的形象 突然就变得特别的清净 我好奇一下 比如说他对学生 当想他要去push一下学生的时候 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教导 我觉得他首先他不会 他从来不会发火 他一直都 虽然他一直很严肃在教学里面 但他从来都不会发火 他可能会对你表现出一点失望 然后这种失望 我觉得会让学生产生 极大的内疚感 然后就自动就push学生了吧 可以说 那你觉得在和他学习当中 有没有一个breakthrough point 是你觉得 我一下子悟到了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就是他可能前两年 叫我很多放松 然后我也试图在改 但是可能没有说 一下子就是突破 但是可能就慢慢地到了某一刻 突然发现 我突然就可以做到特别放松 或者以哪一次 因为会突然发现 我的心理素质一下子增强了 所以我觉得 可能没有那么明确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 可能是疫情这段事情 就是结合了老师教我的东西 再结合这个疫情 带给我个人的一些感想 然后可能就会造成 我一个breakthrough point 现在正在面临考学期 你有什么对这些学生 给出一些提供建议 或者是经验呢 OK那我就结合 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来讲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我2017年考本科的那次audition 因为我跟可能跟大部分学生不一样 我是大学之前是没有读过任何音乐学校的 我是从我们杭州的重高直接考上来的 那么当时其实我心理素质特别地放松 因为我知道我的对手 很多都是从专业院校上来的 然后我也没有说 期待自己一定能考上什么学校 所以我当时可以说特别地胆大 特别地放松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点 可能就是be yourself 就是充分地表现自己 千万不要管别的学生会怎么样 心无杂念 然后把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做好 我觉得就很好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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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